中国严控社交平台 六四三十周年前后不少微信群因为敏感言论被封杀 但最引起关注的是 就连中国总理李克强所在的北大77级法律系微信群也被封 这是真的吗 根据发广报道 网络上封传一张照片 是某位网友与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 当委书记郭凯天的对话 网友说到北大77级法律系群没来由都被封了 但他们这个群一直很自律 从没发过什么出格的文章和信息 并询问郭凯天能否恢复 对此郭凯天先是回应应该是有内容触发 后来又接着说封为信群是上层的命令 他们也无能为力 事实上李克强正是北大77级法律系毕业的 有网民指出北大法律系77级的83名学生中 有国务院总理 企业高管 知名法学家 还有活跃于政法战线上的法院院长 高级检察官与大律师 也有大学校长和法学院的院长 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受高等教育的法学人才 为信信党听党指挥 难道总理所在的群也敢疯了吗 不过也有人认为正因如此 越是这样的群越有颠覆皇上的嫌疑 哪怕大家不说过分的话 私下传统和联合也让皇上忌讳 事实上习近平与李克强屡屡传出不合 李克强去年4月27日在国务院联政会议上强调 要让人民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全程监督政府行为 但没想到这段刊登在中国政府网上的讲话 很快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您访问的页面已撤稿或删除的讯息 李克强微信群传被封大批网民议论纷纷 不过吕德的时评作家长平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在推特上写道 人们又开始意想李克强是受害者了 但怎么知道不是他让疯的呢 这群对他有什么好处 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为和李克强本人上不上微信 目前这些都难以核实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中国的专制集权下 互联网审查监控只会越来越严格 construction 在纳张走 Sinip Mam 小时候 什么 你 重 一